在几名船员搀扶下 女子全身裹着毛巾取暖 稳定情绪 日本千叶线货船 10号上午出海时 突然发现一名女子 用救生圈在海上漂浮 船员赶紧跳入海中救起女子 而她已经在海上漂了36小时 还漂了整整80公里 宛如真人版少年拍 根据了解 获舅女子是20多岁 中国籍观光客 8号时在静岗县海水浴场 疑似在晚间游泳 被海浪卷走 日本警消接获友人通报后 立刻在夜间展开搜救 她的友人打给中国驻日大使馆 意外发现竟然是空号 既email也杳无音讯 就在快要绝望时 竟然在失踪两天后的早上 被货船发现 而且已经漂到千叶县 南方总市的野岛崎附近 距离失踪地已经是80公里以外 这名女性被救起后 也用直升机空运 送往横滨市的医院 只有脱水问题 意识清醒 没有生命危险 女子友人转述 她在海上漂流时 不断看着岸边 天黑还看着天上的星星定位 所幸当时 女子身上游泳圈和浮板 加上水流流向 才被冲到东京湾横滨港附近 是许多船只来往的地点 但这个海水浴场 其实13号才会开放 女子和游人为了一时余乐 提早擅自闯入 引发不必要的危险 目前日本也正在调查 她的失踪原因和过程 东京湾国籍中心 总和报道